经道上一名男子骑着滑板 在路口等待时机违规穿越 下一秒直接与机车骑士相撞 两人双双喷飞陶地 警方到场处理事故车祸 发现骑程滑板的泄性男子倒在地上 身上散发浓浓酒味 这才知道原来他喝了米酒上路 心存侥幸 自然电动滑板车不会被警方拦查 酒驾上路违规再现 更是违反号制穿越马路 还不慎与机车发生碰撞 经检测后酒驾室高达0.54 而目前在台北市滑板车尚无法在道路上使用 为者最高可储新台币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罚还 另外在新北新庄区则是有疾宽男友 酒驾上路招篮茶三一秒 去连女友都不要了 你能喝 射一下 我没有没有 你刚刚不是拿壁乳 我拿壁乳 好 您射一下 严谨上前盘查 闻到浓浓酒味 拿出酒精感知气 骑士却还不断狡辩 你能喝啦 我没有喝啊 你还好看啊 感知棒就有亮丽 男子一看苗头不对 头也不回的跑了起来 有来这名30岁的翁姓男子 当时载着女友回家 但后座没戴安全帽 被警方拦查 第一时间发现是五兆骑车 更有酒驾嫌疑 下一秒连女友都不要了 直接落跑 翁郎不听自止 接受机场而逃逸 驾照遭吊销 男子五兆酒后骑车 碰到警察 却是抛下女友 大难临头各自非 最后可能是茶区难逃 记者特别新闻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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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